想要生活过得好 下班就得吃烧烤 嗯 我们来的时候一定要点几次 好香 我着香着香 你们家是乐山烧烤 对 乐博士 半个乐山 这个围到才八次 小龙虾 还没有到夏天 我已经吃上小龙虾了 今年夏天的第一个小龙虾 一定是张希希给你喂的 hello大家好 我是张希希 天气越来越热了 不吃烧烤你想造反 是不是 今天我要去这家店 是我朋友上午给我推荐的 我下午就来了 走 带你们一起去looklook 已经到吃小龙虾的季节了吗 这多少钱一斤啊 48一斤 哎呀 一斤吧 我们再找点串串吃 今天重新一下鸡翅 你们就属于南方玉米 北方的玉米是一整根玉米 行 我们先吃个辣条开开胃 很好吃 烧烤都点好了 这个是小龙虾 夏天还没有到 还没有正式入 我已经吃上小龙虾了 同志们 迫不及待了 我们先吃这个鸡翅吧 嗯 喝了两口味的 好香 焦香焦香哩 你们看它这个色泽 焦黄油亮的 特别是这个地方 烤的比较焦酥新鲜 它在外面你吃第一口的时候 它就是那种椒叶的香味 然后烤的比较焦比较干 所以吃起来很酥 酥的同时你咬一口 那个油香跟椒叶 融合到了一起 你们那里多少度了 有没有穿长裤啊 今年的成都 没有春天一夜又下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小龙虾 看到哪家小龙虾划蒜好吃 或有小龙虾制作 一定要叫我去 拜 n我 今年夏天的第一个小龙虾 一定是张兮兮给你喂的 哇 你知道夏天出夜市 你就看到小龙虾 看到那种皮皮虾 看到那种小烧烤 真的是激动 走不动道 瞬间就是一整个人间值得 有没有 我对小龙虾就一点抗拒力都没有 小龙虾太好吃了 谢谢 哎呦 吓我一跳 我刚看你特别喜欢吃那个烤鸡翅 然后我让老板给你烤了一个 谢谢 加辣的 加辣的 我被现场投胃了 同志们 他说我喜欢吃辣 让老板给我多放了点辣 颜色都不一样了呢 是不是更红了 嗯 香 果然 二月深层 哎呦 有点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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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 上次有人说猪皮是打了羊胎树才树展开的吗 吃猪皮是一点油都感受不到对不对 但是那种糯的感觉 照人蛋白的感觉让人一点都不会油 这是我姐给我投的事 哪个拇指 哪个拇指姑娘 有人拨虾必须幸福的 但是感受不到拨虾的快乐 直接 再次我自己拨 这两个蘸料 刷这个 我还没吃蘸料呢 小哥哥 这个蘸荤菜 然后这个蘸荤菜 用这个氛围 蘸一下这个辣椒面 你更爱哪一个 这两个蘸料我们喜欢的 你媳妇更爱吃哪一个 我问了一连狗粮出来 你说咋整 真的得感到更加增味了 嗯 这个蘸荤菜真的好好吃 今天第一个惊喜的是鸡翅 第二个惊喜的是这个蘸荤 特别嫩 特别的脆 脆的同时还有一股清香 就蘸荤那个清香 第一个B点的鸡翅 我希望你们来的时候可以那个鸡翅 让它给你烤椒一点 我觉得烤椒一点 其实真的非常香 特别是那个皮跟那个油 跟那个椒盐融到一起的时候 哇 太香了 然后就是凤尾 然后这两个蘸料 你们一定要去试一下 素菜蘸这个辣椒面 那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拜拜